嗨,大家好,我是劉宜恒 歡迎收看本頻道 我們是中部地區物件數最多的頻道 當然我們的物件CP值也蠻高的 希望你們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來到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 今天要賣一塊建地 它的坪數是21.77坪,將近22坪 而且它是一塊腳地 然後它淋這一條30米的路 這條是那個中心路 中心路這邊是229項的這一塊腳地 那我們有看到現場有停兩台車 其實那兩台車的地不是我們的 我們的土地是這台車的前面這一塊 包含這個陸地 所以這一個陸地它其實可以看出來 它其實算是繼承巷道了 只是沒有徵收 那我們的肉地 21.77在減掉這一個 陸地可能有六七坪 可能有六七坪 所以它實際上 肉地可能剩下15坪左右 肉地大概剩15坪左右 腳地 15坪左右的腳地 就是這一塊 這個腳地 因為剩15坪 所以要蓋 蓋起來的 那個房子沒有辦法蓋很大間 小小間的 迷你小屋 那目前開架是390萬 一坪18萬包含陸地 一坪18萬包含陸地 但是這個地點不會太差 它就在南投市 這一條是中興路 然後旁邊那一條是那個軍工路 我可以看到軍工路的標示 軍工路 跟中興路的交叉路 這裡 有點 它的罰子有一點點 七字形 這邊比較寬 這邊稍微打一點 但是其實面寬也蠻寬的 如果你 我們以這邊的路來看的話 面寬其實還蠻寬的 而且很鮮豔 還蠻鮮豔的腳地 390萬 一坪18萬 應該算是17.9萬 390萬來除的話 就在中興路229巷 的這個巷子口 這個 這個它是鄉村以建 鄉村以建 然後這條路 中興路直走過去大概兩公里的地方 就是加樂福了 南投市中心的加樂福 就要往前直走 你看這邊 剛好它就在這一座大橋的旁邊 就在這一座大橋的旁邊 所以這邊 它這邊路邊都有人停車 這邊路邊都有人停車 就小塊的農地 好入手 如果想要置地自建的 不需要蓋大房子的這一塊是可以考慮的 一坪只要18萬 還可以再抑降 它的缺點就是 陸地 占比還蠻多的 大概六坪左右 六七坪左右 而且它旁邊有 一點斜坡 它旁邊有一點斜坡 好 就是從 它從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下去 斜斜的下去 這樣子 稍微有一點斜坡 它不是完全平坦 有一點 亂差 有一點亂差 但是 當然這個土地的條件就是這樣 就是地種價 土地平數不大 那 當然 便宜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只要 不動產便宜 地種價一定有它的原因 所以希望 你們看過 這樣子的一個 介紹 知道它的缺點 如果都能夠接受 希望你會願意過來 現場看一下 並且跟我出價 那 這裡 附近 斬頭寺 的房子應該也是越來越貴了 應該也是越來越貴了 所以有再找不動產的人 想要自己 覺得看了很多房子都覺得很貴 買不下手的人 這一塊地 是可以考慮的 然後這邊這條橋過去就是往草屯的方向 那邊過去是往草屯的方向 所以它是 在往草屯的路上 會經過這一塊地 這條就是軍工路 這條就是軍工路 然後看來有人把這邊這一塊角地 做成一個開心農場 有在整理 大概 這個 建地的狀況就是這樣 就在大橋旁邊 小小的 迷迷的角地 這邊車子 是別人的 所以他們都會經過我們的地 來停他們這兩台車 然後這一條 路直走就是加勒浦 直走就是加勒浦 然後這邊也算 一個 住宅區 馬路大概30米寬 很大的一條路 這邊好像是停車場 好像是私人地的停車場 好 大家介紹到這邊 希望 從這邊這個角度看過去是這樣子 剛好就在轉彎處 就在轉彎處 但是 因為它在反攻煞的另外一側 對風水學來講應該是還好 沒有 它不算反攻煞 因為它是在另外一側 那我們的 行道都是一鏡到底 到位檢 沒有剪輯沒有廣角沒有美化 就像你如臨現場一樣 你只要在家裡 輕輕鬆鬆的滑手機滑平板 看Android 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很清楚了解的 知道 這一個 物件是不是你想要的物件 那我們 的frogan就是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遍中部地區 最多的 不動產房地產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 不怕你買後悔 如果說 你有喜歡 趕快跟我們聯絡 如果不喜歡 沒關係 請 記得一定要訂閱 我們的頻道 我們的頻道 開設了非常多的物件 歡迎您搜尋一下 看看有沒有喜歡的物件 真的都不喜歡 還是要繼續訂閱下去 以後我們一定都會常常更新 我們 上架新的物件 這樣才 記得開啟小鈴鐺 按個讚支持一下 才不會錯過我們新上架的物件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 拜拜 拜拜